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故事有些莫名奇妙开始了 黑白的颜色 黑月是哭声 一个女人喊泪交杂的笑了 她躺在手术台上 手里抱着银儿 但是外头并没有这故事 该负责的人在等着 她自己要清牙关成了好几年 才改写她的人生 她告诉我 不要哭了 人生本来就苦涩 没有对错之分选择 你的选择 不要问知不知道 这都是过程 你要更快乐 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记得此刻 你还请我只能善良和天真 故事来到前夕女后的厦门 她有夕阳的口吻 倒起眼里的黄昏 每个女人写泪交杂的笑容 她躺在锁砖地上 手里抱着一吻 但是外头却只有这故事 令她恐惧的人在哭着 她只能看着灯火灭了 冰淡是哪几年的恨离开车 她她告诉我 不要哭了 人生本来就苦涩 没有对错之分选择 你的身体 不要问知不知道 这就是过程 你要更快乐 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记得此刻 你还请我只能善良和天真 要是外头只能像故事树林 那美丽的人勇敢着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一起笑 再说你要回家的外交 我告诉我 要受苦了 能够一起得到家 早无点做成分 选择我的身体 再痛苦了 在痛苦都知道 这就是叫真谛 你会更快乐 看看还有许多人 都住着 这愚蠢的自教 我们请我只能像永恒天真 Zither Harp Zither Harp